广西壮族自治区南西山医院 前身是桂林南西山医院 半个多世纪前 这是一所专门救治越南抗美战争前线 越南伤病员的后方国际医院 1967年10月 越南成立占地医院伊医院 主要负责救治南方战场的伤病员 并且肩负把重症伤病员转移到中国的责任 因此作为当时中国负责援越救治的南西山医院 见证了中越两国人民之间肝胆相照的诚挚友谊 如今南西山医院内仍保留着当年建成的大礼堂 及其旁侧的接待室放江亭 以及当年越方住院工作组所在的两层小楼的历史原貌 在该医院院士陈列馆 展厅以大量图片和食物相结合的形式 集中展现了1967年建院初期到1975年 医院作为原越医院的历史 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些特殊岁月历历在目 1969年3月26日 桂林南西山医院建成并首批接收了47名越南伤病员 原桂林南西山医院护士杨洪斌是骨科护士 他负责的病人大部分都是炸弹造成的伤残 时隔54年杨洪斌还记得病人的名字 桂林南西山医院在长达八年的元月任务期间 共救治5432名越南伤病员 实施手术2576例 书写779,220毫升 1974年 桂林南西山医院荣获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授予的一级抗战巡章 南西山医院不仅要关注病员的身体治疗 更要关注病员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1971年 南西山医院决定自力更生建立一座大礼堂 建成后的大礼堂分上下两层 共有1420个座位 部分座椅上还安装了当时的同声传译系统 现在这些设施已经成为很多人共同的美好回忆 1968年 29岁的贾太昌从北京调到桂林南西山医院内科 从事临床工作 后来曾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西山医院院长 并在1997年时访问了越南医医院 1997年 随着我的卫生代表团到河内访问的时候 还看到了这个 当时我们在医院的 包括装衣板 那个医疗器杰 都在河内的医医院 使用着感到非常亲切 1976年开始 桂林南西山医院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西山医院 成为对市民开放的公立医院 50多年过去了 南西山医院依然延续着活血库的传统 当年我们南西山医院的老前辈 是充分发挥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救治了大量的越南山病院 我们现在的医务人员也援洗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 一旦临床缺血的时候 我们都会自觉自发的去伸出我们的胳膊 为我们的社会民众献出我们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